蜀天蒜 来自于中国四川的正宗火锅 我们不仅有新鲜的肉类和蔬菜 更有令人垂涎的高档海鲜 价格优惠十分美味 地址就在3250 Midland Avenue 京中城内 电话416-609-8886 23日 安大略省公布 2010-2011年度公共账目报告 这一报告显示 麦坚迪政府在保护医疗和教育经费的同时 在减除赤字方面也有所提前 安大略省于2010-2011年度的赤字 比2010年度预算预计减少57亿加元 这一进展主要归功于 政府开支低于原计划 在所有的政府清局级的机构中 超过四分之三的部门寻找到了节省项目 或者开支少于预计 省长麦坚迪在财政厅长邓肯 旅游及文化厅厅长陈国志的陪同下 来到一个正在施工的建筑工地视察 并发表了讲话 麦坚迪在讲话中提到 2010年3月的时候 自由党预计的财政赤字是197亿加元 之后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 这个数字曾经高达247亿加比 而在今天安省公布的最新数据中 财政赤字仅为140亿加元 比预期的少了43% 他们有9亿亿亿产业 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建筑工程师 这也会把我们的经济增长进入 我们有一个精明的计划 这是正确的计划 我们继续投资在我们的工作室 我们继续投资在我们的健康 我们继续投资货 我们继续投资我们的电力系统 我们继续做正确的事 为我们继续经历的增长 谢谢 当有记者提到保守党的竞选计划 也是将赤字缩减到140亿加元时 麦坚迪表示 这仅仅是个数字上的巧合 我们继续投资 our deficit over time 我们继续投资 our families 我们继续投资 our families 我们继续投资 our families 我们继续投资货 整面对美国 以及欧洲经济的衰退 是否会对安省产生冲击的问题上 麦坚迪的回答则非常坚定 他说毫无疑问 安省政府会像联邦政府一样 密切关注世界经济的动向 但是同时 安省可以从这次金融海啸中 吸取很多教训 美国和欧洲之所以会有今天的问题 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们负债太深 安省会在保证居民服务 不受影响的情况下 努力控制财政赤字 避免同样的问题发生 我认为那些东西 我认为了一种东西 我们不能控制 macro-global economic events 我们不能控制 我们的东西 那些肯定量 我们能重新力气 那些肯定量 我们能重新力气 那些肯定量 发生的新务职 那些肯定量 我们能重新力气 那些肯定量 我们能重新力气 那些肯定量 最后当问到林顿的去世 是否会对选举带来影响时 麦尖迪则是对林顿表达了崇高的致意 他说林顿放弃了 他在其他领域的工作 全身心地投入到公共服务行业中 对地区乃至于对加拿大政策的改变 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感谢收看今天的大多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